Hello 大家好 Re1です 今年2024年 也就是龙族的40周年 在去年的时候不就有宣布到了吗 就是会有一个龙族星座 Dragon Ball 代码 打磨这个系列 将会推出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就有讲到 它这个会是在秋季放送 那么现在最新出来的情报其实也是一样 秋季的话大概10月11月这样上下吧 可能after 全球活动的时候才会推出 或者就是全球活动走到一半的时候 然后在那之前 我们最初最初得到的那个消息 是说原本议定 会是在网络独家播放这么个样子 某某平台这样子 不过就在昨天 有新的消息传出来了 将会在TV上放送 这个的话倒是非常的方向 大家也比较能够看得到 那么电视台的话是选择的那个 复制电视台啦 会在这个复制电视台播放 还是原本就是以前就是复制电视台 我对这个资本那边不是太过清楚啦 那么它这边的话 在那个访问上面也有讲到 就是它的播放日啦 会是放在 星期日 可是正式的时间就还不确定 也就是不懂几点会放送 然后什么日期会开始放送啦 可是如果是在星期日的话啦 就会是比较愉快的日期啦 那么时间来讲的话 如果按照当年啦 龙珠超的时间来看的话 那么大概就会是早上9点 日本时间 如果我们这边时间就是早上8点放送 这么样子 就 原本以为是 比较麻烦一点啦 在网络播放 不过现在是在电视台的话 然后后续又再播放出来 可能比较有机会看得到啦 嘛嘛嘛 反正就 终于啦 在 这么多年之后 再一次 有新的TV series 走着啦 因为在6年前啦 2018年 3月份左右啦 就龙珠超结束后 已经 6年了 真的是6年了 一霸到现在 终于会有新的这个作品出来啦 OK啦 这个就算是 还蛮不错的 那么在那一个 昨天的那个放送当中啦 也不知道他们是电视台节目还是什么样子 反正就 有看到那个 诶 诶 诶 野泽奶奶 也是有上来接受访问啦 那就还蛮有趣的 然后其中最尾的话 也是有看到他非常精神的喊了那个 鬼魄气功 诶 诶 诶 这个算是还蛮棒的 大家也是可以看一下 因为之前 就 二号传来的时候 他是讲 新闻之有讲说他 行动到一个不能讲话这样子的状态 不能发表演的 就还蛮多人担心他的 不过现在看他的状态 应该还不错啦 也不知道是 人前强诚还是什么样子 这边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觉得还蛮有那个魄力的 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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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依旧 依旧强而有力啊 哈哈哈 很棒 这边的话就 就好了啦 那么这个 Dimeart的话 在这之前 已经有放过两部PV了嘛 等一下那个链接的话 我就放在字顶留言啦 第一部PV之前有给大家看过 那么第二部PV之前 放来的时候 我没有跟他讨论过啦 就讲 好像是因为 因为某种阴谋的关系 然后悟空就变小了 可是 那个仪人少夫啦 一直在阻止 也真的来讲更多 在这个 节目上面的时候 看着才蛮有趣的 时间线的话 大概会是在 魔人普篇之后啦 然后后续的话 我们就 更多的情报 就是要等着 后面的东西 再出来的时候 才会知道啦 那么再来对爆裂来说 比较重要的就是 当然是 联动活动了啦 这个东西的话 联动方面 我是想信 绝对会有的啦 因为 在过往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2018年推出的 布罗利剧场版 2022年推出的剧场版 都会有联动 然后更甚至在 之前的那个 TV系列 也是有那个剧场版联动 什么剧场版 TV系列的联动 这么个样子 而且那时候的联动 还是非常 精密的 那个就很棒 然后 就比较可惜的 就是那个 Superhero的那个联动 拖的时间 比较久啦 先是出一般的活动 然后加码一号 加码二号 然后出 关卡先 Cellumax 然后加码一号 加码二号 然后 差不多等了半年左右 我们才等到最重要的 乌范跟Picoros上出来 没有叛奖 作为副卡 什么个样 那么 在当年度来讲 《龙珠潮》播放的时候 那时候就讲了 紧密的合作嘛 大家应该是 老玩家应该会有印象深刻啦 我自己是 没有参与到 可是后来查资料 是可以发现得到的 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嘛 体蓝贝啊 资 资的 吉义悟空啊 这个样子都有 像这张体蓝贝当初啦 动画是第66集的时候 2016年11月15号 播放嘛 然后在爆裂上面 14日的时候就发出了那个超级战一告 17日的时候 他那时候就是爽卡机就开幕 这么个样子 非常的警惕啊 这个你看 15号播放 他14号就已经有意告了 然后17号就直接开卡机 多等了两天 这个配合这个 TV系列的话 那种爽感 想象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 因为单单我们这种 剧场版联动 隔了这么久都那么嗨了 更何况配合这TV系列在跑着 而且那时候是那个 Begito Begito出来算是等了非常非常多年吧 那时候 所以大家都算是还蛮兴奋的 那么另一张的话 就是这一个啦 字极翼 不过《极翼悟空》这边来讲的话 他首先的话是先推出了这个Dokkan拳 然后才来出他的Dokkan hole 这么个样子 这边的话大家 也是可以看一下 字极翼这边的话 TV动画他们是属于同步推出 在同一天 动画109集跟110集 是在2017年10月8日的时候 做一个联播嘛 那时候 首次变身粗糙的状态 哇那个真的是 海宝 我记得那时候 我看的时候 好爽 那个两集联系 看下去 很棒 而且那个BGM搭配 然后那个界王拳那些 同时拥有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他早上是播完的嘛 然后 应该是中午的时候 游戏内直接同步推出 对不起 excuse me 哇这个 到时候 达骂啦 可以做到这么个样子的话 那就是非常的棒啦 然后后来的这个 Dokkan 觉醒 完全记忆这边 不是可以变成吗 觉醒 这边的话也是 差不多啦 没有插到太远 动画是在 129集 然后3月4日推出 然后318的 诶等一下 他好像是 那个3月4日好像是 那时候 我记得那天 那时候有记得 好像有人纠正过我 糟糕 这个资料又 有一点点的乱掉 好像是有被停 好像有停播一次是吧 然后 到318的时候 反正就是那时候 318活动的时候 就有Dokkan 觉醒 差了一点点的时间 好像是 反正就是 特别特别的接近啦 嗯 所以到时候我们 秋季的时候 DAIMA 推出的时候 可能我们 全球活动的 后面的首个卡机 就是DAIMA 的卡 也说不定 要不然的话就是 年末双卡机 是DAIMA 的卡 然后中年庆 又是大活动 联系两个大活动 也是有可能性的 这方面 因为秋季播放 可是也不知道秋季的什么时期 如果是讲比较早球的话 其实前段的时候 就播 那么到那个 年末双卡机的时候 可能就 差不多的时间点 这样子的话 这个联动方面 倒是还蛮棒的 希望啦 希望到时候是 可以有一点 相当不错的东西 OK啦 就到时候 我们就在一起来 观看一下 这个 这个最新作啦 然后他的这个 Creator Design 故事原案 就是由 鸟三明负责嘛 也可以算是 鸟三明的 最后一作了啦 for 龙族来说 因为他还有另一作 是那个 Sandor Lando Sandor Lando 他那边也是有讲述 后续好像 还会有 开发型故事 鸟三明好像是 已经有 偏写了 可是就不知道 后续是怎么个样子啦 因为那时候也是 最近看新棍 然后在年头啦 好像是今年年头 2024年的时候 鸟三明就有 在那个 东京的动画场上面 获得那个 动画成就奖 然后其中他的 获奖感言 也是有 讲到 讲到一些东西 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 继续的 支持这个 Creator Design 然后还有就是 他的新动画 Dragon for Daima 反正到时候 一定是会 继续支持啦 然后那个 新闻情报那些我都会贴在字顶留言啦 他的链接 大家有 想要看的 可以过去看一下啦 OK那么 这一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Jia またね 拜拜